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品质管理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品质管理第十三讲次 品质管理的活动 那么继上次我们谈到了QC7手法以后 那么同学们在这方面 应该手加应用 那么后面我们这个讲是要谈的 就是如何应用这些手法 应用在一般的这个品质管活动上面 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今天的单元目标 有方针管理 还有日常管理 以及品质管圈的活动 这三个主要的单元目标 我们现在看看第一个单元目标是方针管理 那么方针管理是由日本这边所发展的 那么跟西方国家所称的这个所谓的策略管理 其实是非常的相似 那么方针管理的推行 可以为我们公司带来许多好的这个效果 或者企业进行这个方向 还有所预达到的这些重要目标 以及预达到这些目标 所需要的一些具体可行的一些方策 方案或是一些相关的计划 不过有时候并不会很明确的 来描述我们整个的方向 目标或方策 而是以很简短的一句话来表达出我们对活动的一个重点 例如说我们可以定出生产管理电脑化 导入MRP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那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虽然是短短一句话 那么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说这个电脑化 这个就是一个方向 那么导入MRP它就是一个方法 而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有一些公司 使用一些目标跟方法来表达方针 当然那如果可以清楚的 这个个别表达出它的方向目标与方法 那么在进行方针的展开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这个差错 那么如果以时间来做个区分 那方针可以分为这个基本方针 中长期方针还有所谓的年度方针 那么基本方针是公司遵循的一个 长远的一个经营方向 包括了经营目标与发展的一些策略 那么这是公司赖予生存跟发展的一个基石 例如以品质为第一优先 进而创造出公司的这个利润 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中长期的方针指的是说 公司里面中长期经营发展的重要的一个目标跟策略 例如我们是全面推动一化 那么以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 那么至于年度方针指出的是公司本年度 发展的一个重点的方向 以及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以及我们年度的计划的一个展开 例如我们开辟这个欧洲市场已提高全年营业额的15% 那么基本方针中长期方针 还有我们这个年度方针的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来看出来 横轴是时间的一个展开 那重轴是他绩效的一个高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方向往这个四处角上去 这是一个这个我们的基本方针 比较大方向 那在整个基本方针里头 还会有中长期方针 这个中长期三十五年的 然后接下来会再把它展开到年度方针 每一年里面的这个比较维系的一个方针 大概这三个方针的关系 可以从这张图上面来看出一个端倪 再来我们来谈谈方针的一个制定 那么基本方针的这个运作 是要完成公司的使命跟愿景 那么基本方针是公司经营一个 最高的一个指导准则 是由经营者和我们比较高阶的 这个主管共同来制定 那么基本方针通常会包含了 公司的这个长远的经营的目标 跟发展的策略 例如公司的这个基本方针 是这样子定的 重视研究发展 不断开发新产品 那么进军国际市场 那么这也就是这家公司 长远的发展策略 与研发研究发展的新产品的 这开发策略 那么其实长远的这个经营目标 就是要进军我们什么呢 这个国际市场 那么至于中长期方针 是根据基本方针来制定的 它的制定步骤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 首先必须要了解公司的基本方针 再来要进行我们公司内部 外部环境的一个分析 包括我们公司内部环境 像是公司内的各种经营管理的 各种条件 还有外部环境 像是我们目前的产业状况 市场经济状况 整个社会国际的经济循环 等这些分析 再来我们要进行 所有SWAT分析 要了解我们公司本身的 这些所谓的优势 劣势 还有目前市场上的机会 以及我们面临的一些危险 那么可以希望公司 来这个善用我们的优点 改进我们的自己的缺点 那么掌握机会 然后排除这些可能的市场的威胁 再来要决定 关键成功的一些要素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前面几个步骤的一些分析 并且来检讨过去我们实际的 实际发生到的一些问题点 找出公司成功的这个发展方向 以及所需要突破的一些重点方向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定出的中长期的目标 然后要探讨跟评估可行的一些可能的一些策略 那么先想出可行的策略有哪些 然后依照这个我们本身的能力 资源的分配程度 我们的成本 障碍 配合度等因素进行评估 接下来就要去做总结的这个中长期方针 此外呢 再来谈我们的年度方针 也就是总经理的方针 那么而总经理方针应依照各阶层逐级的展开到各个执行的单位 包含了像厂长 部门经理 课长他们的方针等等 那么至于整个方针管理运作呢 我们来说明如下 方针管理是以PDCA的这个管理循环来运作的 而整个方针的展开呢 是方针管理中的一个计划 那么如我们之前谈到的 通常会先考虑公司的所谓的经营理念 经营哲学 公司使命 然后呢 由我们这个最高的经营者呢 跟高阶的主管 共同来制定出我们公司的这个基本方针 那么基本方针达成了 也是表达了我们公司未来经营的一个方向 长远追求的目标发展的策略 接着呢 依据基本方针和内外环境的变动呢 以及这个趋势 还有过去未来我们公司面临的经验 来理定未来中长期的一个策略 大约是在每年的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呢 那么一般公司就开始来进行我们内外部环境的一个评估 以及本年度的这个方针执行状况的检讨之后 然后呢 再按依照我们这个中长期方针 来制定展开明年度的这个公司年度的方针 那这也当然包括了我们公司的年度目标 以及执行的一些方策 然后呢 公司的这个年度方针 那这是总经理的方针 再往下展开到我们各个厂长 处长 各部门的经理相关单位 也就是说呢 所有单位的主管 均拥有年度目标及执行的这个计划 依照这样子由上而下展开的 那么计划完成之后呢 要去做执行的工作 而最低阶层的这个部门呢 只要为方策的主要执行的这个单位 为了要确保我们方策能够有效的来进行 执行单位呢 需要做更详细的一个计划 这也就是所谓方策的执行计划 那么在执行计划中呢 会有一些这个管理项目呢 必须要去做管理 那分别可能针对这个目标达成啊 和方策的实施 那么这些呢 来加以这个管控 也就是说呢 方策管理 那么这些管理项目呢 可以再分为两大类 第一呢 是结果系的管理项目 那么针对方策中的这些目标呢 进行管理 也就是它的目标只已经确定了 看它的成果达成度如何 第二呢 是针对药因系的管理项目来做管控 那么针对方策中的这个方策的执行状况来进行管理 那么方策或是这个实施项目已经决定 实施的这些目标只也已经决定了 这些做法去做管控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谈我们今天第二个单元目标是日常管理 那么一个公司的这些经营管理 那么除了我们前一节所谈到需要有一些重点的突破之外呢 还有许多平常的这些业务活动要来进行 也就是所谓的这是日常管理的这些活动 那么社会记招那么也定义了日常管理呢 把它定义为各部门依据其所分担的这些日常业务呢 职责及所欲达到的目的而进行的一切企业的活动 那么来定义它 那么日本企业界深知我们日常管理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呢把这个日常管理视为是我们企业经营的一个根本 我们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日常管理的一个重要性 比如说呢 营业部门的这个方针是这个新产品的扩大 销售 那么采取增加我们特定产品销售量的一个方式呢 来确保我们总营业额的利益呢 这个维持在一定水准之下 那么在此前提之下呢 除了方针所采取的这些所谓的扩销产品之外呢 也要由我们日常活动中呢 维持市场应有的一个水准 如果只热衷于方针的一个管理中所定定的方策的时事 那么而使我们日常管理松懈下来 那么以至于总销售额无法达成预期的水准 那也是不能确保我们公司应有的这个利益 所以呢 日常管理就是希望将平常的业务活动 做好管理的工作 那么通常会针对这些业务活动来制定一些基准 然后呢 做好管理 使这些这个业务活动可以维持在所定的基准之上 那甚至呢 也期望呢 可以进行小改善 那么能够超越定定 原定的一些基准 也就是说呢 能够这个有效的掌控及管理企业的一些经营活动 那么所谓呢 需要设定日常管理 所谓的日常管理的这些管理项目 那么透过这些的管理项目有效的运作呢 可以来了解我们企业经营的实际的状态 那如果发现了某些这个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问题 那么应该就要立即来采取这个改善措施 然后呢 与矫正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跟这个方针管理一样 那么有关日常管理的这些管理项目 也可以分为所谓的结果系的管理项目 以及药因系的这些管理项目 那么结果系的这个管理项目呢 是用管理日常业务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基准 是否达成来做管控 而呢 药因系的这些管理项目呢 是用来针对影响基准的这些目标呢 这达成有关的这些药因呢 来进行管理 例如呢 某公司的净料管制客的这些日常管理的这些管理项目呢 我们可以来知道 可针对我们这些可能是像是净料数量的进行管控 像是呢 每一批的这些数量准确率啊 每批交货交期是否准确啊 这些准确如何去做管控 那么也可以呢 检测我们的交货品质 包括我们全检的不合格率怎么样 抽检的不合格率怎么样 那么退货率如何 那么每个我们管理项目呢 都要定出我们的基准值是多少 并且呢 指定我们执行的部门是谁 然后呢 负责人是谁 那么以及呢 管制时程的 以及他管制的这些周期是多长 那么当时机值呢 没有达到我们预设的这些基准值的时候呢 就来进行所谓的原因的分析 并且呢 采取必要的这些补救措施 那么至于我们方针管理 跟日常管理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明 方针管理呢 是要进行突破性的这些发展 或是重点的改善 所从事的活动呢 需要提升或突破原来的这些基准 那么而日常管理呢 则是要对日常业务的维持与改善 那么所从事的活动呢 是需要进行维持或者是小改善 它原来所定的这些基准 也就是说呢 我们日常管理呢 是要维持住我们公司锁定的标准 而方针管理呢 是要做我们突破性的改善 那么当方针管理的目标达成之后呢 就已经对原来的标准大幅来提升了 因此呢 接着就要去建立新的一个标准 以及呢 日常管理可以用来进行新标准的 这个例行管理 那么当然呢 日常管理也可以透过小改善 来进行小幅度来提升 我们原有标准的这些基准水准 所以呢 要做好方针管理跟日常管理 那么标准化的工作呢 就绝对是非常重要 那么在经营我们基本管理中啊 我们方针管理跟日常管理 是同等重要的 那么在组织中呢 不同职集的这个员工参与 这两种不同程度的管理 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些做法 那么方针管理呢 是由我们中高阶级的 这些人员制定方针的 来进行方针的这些制定 那么而由呢 比较低阶的这个员工来执行 而日常管理呢 就是由这些中低阶的职制员呢 来进行这些执行的工作来担任 而由高中阶的这些主管呢 来进行监督督导导跟这个评量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今天的第三个单元目标 就是品管圈活动 那么为了要让品质管理活动呢 有有效的一个推行 首先呢 我们必须要让现场比较基层的 这些人员呢 做好相关的工作 因此啊 这个石川新呢 他在1962年啊 就提出了所谓的品管圈活动的这些概念 那么品管圈呢 是由同一个这个工作现场 或者是工作性质相似的这些人员 所组成的一个小组 那么而由小组成员呢 自动自发的来进行品管的活动 那么品管圈呢 可作为我们全面品质经营活动的一环 那么经由我们这个品管改善手法的一些应用 那么可以让全员参与的方式呢 持续不断来进行他们自己工作的一个现场的改善 那么品管圈的精神呢 是说发挥人的能力 那么开发无限的脑力资源 尊重人性 开拓光明愉快的一个工作现场 还有呢 要改善我们企业体质 然后呢繁荣我们的企业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我们品管圈的一个组成 是如何来组成进行这些活动 那么品管圈呢 通常是以最基层的人员为主体 那么一般呢 是由同一个工作现场 或工作性质相似的这些人员所组成 那么品管圈的成员呢 尽量是控制在10人以内 若是因为这个超过10人以上 那时候开会整个圈会啊 可能发言啊 然后比较困难 一般也不容易管理 所以呢建议的一个理想的人数 可能37人是蛮不错的 适当的一个人数 那么我们把这个圈员呢 组成以后啊 就可以由我们圈员呢 我们藉由相互自我介绍 然后来精进增进彼此的了解 然后呢 这有助于我们日后工作分配的这些安排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选出我们这个所谓圈长 那若是刚导入的这个初期啊 可由工作单位的这个组长 来担任这个圈长 那么当大家对于整个品管圈活动 较为熟悉的时候呢 那就可以由圈员来互选他们的这个圈长 最后啊 就可以依据圈的这共同的信念 来决定他们自己的这个圈名 那么圈组成以后呢 就要先讨论日后圈这个活动的这些进行方式 那么非常重要的观念啊 就是说啊 需要让每个人都要能够说出他们的想法 一起来讨论 那么通常呢 是在我们会在这个每周啊 固定是在上班的这个某个期间内呢 能够开会讨论 可能一至二次 每次可能到一个小时的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很多公司啊 在推行品管圈活动的时候呢 那么为了能够提升它活动参与的这些议员 也会有设有所谓的品管圈登记的这些作业活动 那么此外呢 也有些公司呢 会来提供所谓的辅导员 来协助我们圈活动的一个进行 那么在导陆的初期呢 辅导员可由所谓的直属主管担任 或者是圈员里面的 这个上一阶的一个幕僚人员呢 来进行担任 那么当活动成熟了以后呢 辅导员呢 就可以有资深的这些圈员啊 或由公司指派合格的其他人员来担任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品管圈 它的活动呢 如何来进行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品管圈活动展开 那么品管圈活动啊 它是透过呢 一个有系统的一些改善的过程 来进行一连串的改善活动 那这些步骤呢 我们来说明看看 那这个是我们很典型的 这些执行我们这个品管圈活动 常用到的步骤 首先呢 我们要谈到的是 要能够发掘工作现场的问题 那么决定我们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那么参与我们整个品管圈的人员呢 可以从各个 他们这个角度来思考 他们这个工作现场 可能面临到问题 或过去面临到问题 或未来可能会面临到问题 那么例如说 我们工作中哪些 目前是有些困难 难以进行 或者是这个不良率很高的地方 那么是否有做错 或者是我们重做 或者有浪费的现象 发生的这些作业活动 那么是否有让我们下一个制程 就是我们的这个内部顾客呢 能够让他们感到不满意 或者是难以继续加工的地方 那么他在整个工作安全上 是否有保障 那么这个我们却时机呢 跟我们原本的目标 是否有一个差距 很大的一个差距 那么接着我们就要从 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问题点里面呢 来决定可能我们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活动的主题 当然我们可以用之前谈到的 这些QC七手法 像柏拉图啊 这边来找出来 哪些呢 是优先认为第一个 要决定的改善主题 那么这些活动的这些主题呢 可以参考的 我们可以一些考虑的 一些基准呢 可以像是说 是否可以在适当的某个期间内 三个月内呢 来完成 是否呢 可以在自己的 这个工作岗位内呢 工作单位内呢 就自己来解决 而不假承其他的单位的协助 那么对自己的工作单位呢 效益是如何 应该要做一个评估 还有呢 我们有没有适当的把握 我们的现况 还有设定我们未来的这个目标值 那么对于呢 我们要探讨的这些问题呢 我们首先就要进行这个现况的一个调查 看看符不符合我们这个改善的这个理由 而对可能先将这个目前所产生的这些不良现象呢 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在这个柏拉图上面 或者是利用刚刚讲的这个成别法的这些观念呢 以数据来掌握我们确实目前现况的具体事实 那么也可以呢整理目前的这些工作的一些流程图 把它绘制出来 像CPOC图 或者是比较细部的流程图 那么找出呢 我们发生不良状况的一些场所或者制程 那么其次呢 我们就要来透过过去的这些实际跟经验 我们来设立一个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 而这个目标呢 尽可能我们是这个全局的同源 同仁都能够这个同意 认为它是可行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拟定我们活动的这个实施计划 那么活动的这个实施计划书 是特别重要的 是要再进行我们工作分配的内容是什么 包括呢是由谁来担任哪些工作 应完成哪些的内容 那么管理制的项目是什么 基准的这些目标是什么 此外呢 也要推估各项活动所需要的一些这个顺序跟时间 使用干特图来表示是最佳的一个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这所谓的解析 那么这个步骤呢 是要调查为何会产生不良问题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那这个当然可以透过过去的一些资料 现场的观察 大家脑力积荡法等方法呢 来协助来完成 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像是特性要因图 来检讨可能的原因 有哪可能是哪些 然后呢 再调查哪个原因 影响是我们是最大的 这些可能的最主要要因 然后呢 就来拟定跟实施的这个步骤 那么这个步骤呢 可能就是要检讨各种可能 解决方法的一些实施对策 那么透过呢 可能尽量轻松 愉快的一些气氛呢 尽量让我们全员呢 都能够自由来发言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像脑力积荡法的方法呢 这个彼此激发来想出可能很好的对策 而对策呢 应该可能尽量呢 是这个符合这个省钱啊 好用啊 不妨碍生产现场啊 还有效果能够很大 这样一个条件 之后呢 要将这些对策的付诸实施 那么在实施以后呢 也要来观察 我们对这个其他单位啊 或者其他的事物 是不是有其他副作用 不然这个活动一下来 可能只针对我们很好 但是呢 可能会对其他的部门造成伤害 那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对策了 接下来我们要阵行这个确认效果 那么对策实施以后呢 要查看看 我们效果呢 是否满意 使用适当的这些评估指标啊 还有图表 那么把这个效果呢 与表达出来 让大家能够目视的出来 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些效果呢 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追查原因为什么 这是要在整个PTCA循环里面 再去做check 再做action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对整个活动进行标准化 还有维持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步骤呢 就是要做好整个文件的标准化工作 并且能进行所谓的教育训练 然后使用这个相关的品质管制图表啊 还有一些像是鱼桥法的这些方法呢 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可以维持 让把这个一些找到不错的这些对策 实施的方法 把它文件化 把它标准化 把它SOP化 那么让后续的人可以用一个很快速 那么很正确的方式呢 去执行某一项工作 好 接下来就要进行检讨跟反省 当主题解决这个完成之后啦 那么就是要进行整个品管圈活动的 这些检讨还有反省 那么全体的参与人员呢 检讨这个整个圈的相关的活动 是否呢有进行的很顺畅 那么是否有这个全员参与 的这样一个状况 是否有达到全员发言 或是呢 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不是足够 这是要对我们自己呢 这个能力上呢 去做检讨 还有成果上去做检讨 接下来呢 有好的成果 我们就会来进行发表成果 把圈的这些品质活动 把它的成果呢 把它整理出来 那么尽可能我们用图表 或者金额表 来这个把它这个呈现出来 首先呢 在圈内呢 要先进行自己的这个成果发表 然后呢 再来参与公式内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发表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这个所谓的挑战 下一个活动主题 因为改善的是持续不断的 所以我们完成了这项主题的改善 那么我们不可能就是说 把全部的问题都解决完毕了 当然还有第二个要改善的 第三个要改善的 所以我们处理完第一个以后 我们要再来处理第二个 也许呢 会重新会起牌 本来第三个会变成第一名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在发表会结束之后呢 又来继续思考下一个的活动主题 那么向下一个活动主题呢 继续挑战 那这时候呢 圈长呢 也可以随着新的主题 来更换新的圈长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品管圈跟一般专案式的 这些改善团队不一样 那么后者呢 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呢 被解决之后就解散了 那但是品管圈的精神是希望呢 以自觉的力量来创造 有价值的这些工作场所 那么小组成员呢 要能够自行确认问题 分析解决问题 那么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 品管圈仍然会继续维持 然后继续来找其他的问题来研究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上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